現在在秦仁湖 民眾晚上到乾湖公園玩 意外在停車場 聞到濃濃一陣的燒焦味 還發現蒸汽火車頭竟然在冒煙 不能動的火車頭啊 居然在冒煙 有看到嗎 它的煙臭在冒煙耶 味道就從這邊傳出來了 不然是這火車頭不能動了 為什麼它要冒煙 實在是太詭異了 這一座金融市政府保留的歷史文物 已經幾十年沒有發動 怎麼會突然冒煙還有車位 隔天一早北關住人員到場 在火車頭爬上爬下 怎麼也找不出到底哪裡燒起來 怎麼可能冒煙青 我們常常來這裡啊從來沒聽 但我們都白天來了 不可能啦 但這個火車頭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它會生鏽 那常常塗那個防鏽油很臭很臭 這一台蒸汽火車頭是CT271型 81年前出廠 全長20.9公尺 時速可以達到96公里 民國83年一道前湖展示 換句話說 老火車頭已經停死了30年 現在傳出展示火車頭冒煙的影片 管理單位北關住說 真實性有待調查 坐邊跟火車頭裡面都做檢查過 基本上我們管理處每天例行性的清潔工作 一定是環境清潔 然後同時檢視一下火車頭的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說它這部分也是 當地遊客裡面比較注意的重點 對 然後我們一定會先檢視那個狀況 北關住接管 秦仁湖公園以來 這是第一次 對 這是第一次發生 那因為我們現場有裝設監視器 那我們也會調閱一下監視器 看看就是能不能看到可能的情形 目前北關處已經調閱監視器 仔細在查證 只是停死多年的火車頭冒煙的景象 也真的引發民眾熱議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